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科幻巨著《银河系公民》,这本书的专门版大约有19万字,我将会用大约18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一个靠乞讨为生的奴隶,是如何一步步踏上了公司总裁的高位。 当人类发展出社会时,私有制也渐渐成型。在私有制盛行的时代,虽然人类的技术日新月异,但人的自私亘古不变,任何人所下意识做出的决定,或多或少,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这本《银河系公民》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中,人类已经在银河系开疆拓土,并在一个又一个星球建立起了殖民地,但是在遥远的边疆,人类却仍然保留着奴隶买卖这种野蛮的习俗。 就在平常的一天里,一个年幼的男孩被推上了奴隶贩卖台,最终以低价卖给了一个老乞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衣衫蓝绿的养父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 在他平凡的外表下,却担负着高尚而沉重的责任。 就在这个男孩渐渐长大后,他的养父在一场冲突中死于非命,匆匆逃跑的男孩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个星际贸易家族中的一员。 不久后,他加入了自己养父昔日的组织,也成为了一名大力打击奴隶贸易的军人。 可是就在这个组织里,他的身世最终大败于天下。 他原来是一个富豪家族的后裔,但他回到家里时,便立刻被卷入了一场遗产争夺战中。 他的命运最终被财富和梦想裹挟,从此变得更加飘忽不定。 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度,人性之恶都不可能被彻底的消灭,总会有黑暗与罪恶。 而在面对这扎根于人性深处的黑暗时,人间的正义从来未曾软弱过。 他们无所畏惧地抵抗着这种罪恶,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光明和美好才能够压倒一切,成为这个世上真正的主旋律。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他早年曾经为美国海军效力,复原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并逐渐成长为一名知名科幻作家。 他的代表作包括《星际迷航》、《严厉的月光》和《银河系公民》等。 他被誉为美国最富盛名的科幻作家,曾四次获得余国奖,并荣获一级大师星云奖。 好,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概况,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解书中的内容,一共包括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一个老乞丐在奴隶市场买下了一个小乞丐,这平淡无奇的举动引发了哪些惊人的蝴蝶效应呢? 第二个重点是,当事态渐渐难以控制时,小乞丐索比能否从围追堵截下逃出升天呢? 第三个重点是,当索比的绅士水落石出时,他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了义父的遗愿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一个重点,一个老乞丐在奴隶市场买下了一个小乞丐,这平淡无奇的举动引发了哪些惊人的蝴蝶效应呢? 在人类的开拓下,整个银河系都成为了人类的领土,但是银河系各处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 在遥远的九星区域,仍然保留着野蛮的奴隶贩卖制度 那些太空掠夺船,在商船上不仅抢夺财物,还肆意掠夺人口 然后把这些家破人亡的可怜人,向牲畜羊卖掉 在一个年幼的男孩被驱赶到拍卖行的拍卖台之后,买主们对他无动于衷 只有一个名叫巴斯利姆的老乞丐,花了九毛钱将他买了下来 看来这个男孩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后半辈子可能都要跟随这个老乞丐乞讨为生了 可这个男孩的下场却没有那么差 在老乞丐的住处,男孩得到了有效的安置 他的房间被安排在了一个非常精致干净的小屋子里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不久后,一顿丰盛的晚餐也被摆到了桌子上 这个男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浑然忘记了自己在无数奴隶主手下受苦的苦楚 因为被卖了太多次,男孩已经忘记了自己童年的一切记忆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索比 他曾被无数的主人虐待,也吃了很多的苦 虽然巴斯利姆见多识广 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分辨这个孩子究竟是从何而来 不久之后,索比渐渐习惯了乞讨这位营生 他干得非常的出色,懂得该什么时候出手要钱 什么样的人又容易给钱 有一天索比没有要到钱 于是他往家里偷了一些东西 可是他并没有受到夸奖 反而被老乞丐教训了一顿 老乞丐巴斯利姆告诉他 如果偷窃的人被当场抓住 就会被砍掉一只手 他的监护人也会被连累 两个人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索比被吓得目瞪口呆 老乞丐趁机给他立下规矩 第一,不允许偷窃 第二,不允许说谎 这是他做人的底线 索比连忙答应了这个条件 幸好他并未在这条邪路越陷越深 但在这个聪明的孩子看来 抚养他长大的老乞丐 巴斯利姆和普通的乞丐 完全不同 知识渊博的巴斯利姆 始终在效忠于一个神秘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X部队 他们专门致力于反对宇宙中的奴隶制度 于是索比也开始为这个神秘组织服务 有时还会在暗处和一些神秘的人接头 因为老乞丐觉得自己的工作会有一些危险 于是他决定在自己去世之前 就为这个孩子安排好了未来的路 他让索比记住五个船长的名字 一旦自己不幸去世了 索比就可以去找五位船长之中的任何一位 然后接受对方的照料 除此之外 他还公开宣布解除索比的奴隶标志 从此之后 这个年幼的孩子摆脱了奴隶的身份 从而成为了一个自由人 就像预料到自己的命运一般 老巴斯利姆在为索比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便被警察给抓走了 在警察对他刑讯逼供之前 他便服毒自尽 从而让对方的一切计划都落了空 而索比来不及悲伤 便一路东躲西藏 躲避着警察的追捕 在养父昔日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 索比终于在这个星球上 警察们的眼皮子底下逃开 从而成功地逃上了一艘 名叫西苏号的飞船 好那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也就是巴斯利姆的一生 和他对索比的教导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当事态逐渐难以控制时 小乞丐索比能否从围追堵截下逃出升天呢 索比被装在了一个装满奢侈品的货物的箱子里 货物的刺鼻气味几乎把他熏得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很小 但是陈设华丽的房间里 船长更是为他准备了一身价值不菲的华丽衣服 当他穿上这身衣服之后 他迫不及待的走出了房间 却发现船上的人对他视若无睹 索比的房间自带一个专门的鱼洗室 每天都有一个小孩给他送吃送喝 但船上的人都不愿意搭理他 连这个送饭的小孩也是如此 原来这艘飞船名叫西苏号 它的种族则被称为西苏族 除了自己的近亲之外 他们几乎不愿意和任何外人交谈 不久后船长召见了索比 与船长一起召见索比的是船长的母亲 这个威严的老太太就是这个种族的族长 由此可见 这个种族是一个太空中的母系氏族 安排家族成员的权力 全都掌握在女性的手里 因为他们这个种族欠巴斯利姆一个人情 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来偿还 并且要一直把索比照顾下去 于是船长决定将索比收为养子 并将他纳入西苏这个大家族 过季的仪式按照西苏人的规矩如约进行 在索比和几位长辈互相藏了对方碗里的玉米粥之后 船长用刀刺破了索比的手臂 他留下的鲜血和飞船上的钢铁融为一体 这个仪式正式地完成了 在成为西苏家族的一员之后 索比尽量学习着这个种族奇怪而繁琐的语言 也在船长的指导下学习着新的科学知识 因为索比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他被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 这个工作的名字叫做火控操作员 顾名思义他负责控制着船上的火炮 并且要随时监控那些对他们图谋不轨的掠夺船 如果有敌人想要掠夺他们的财物和人口 索比就要负责用核弹来摧毁对方的飞船 这份工作让他大开眼界 很多情况也让他始料未及 他竭尽全力来适应这份工作 不得不说这是一份非常考验人的工作 如果稍有不慎 就可能让整个飞船陷入灭亡的命运 在飞船降到一个新的星球之后 他陪同自己的养父船长 一起下船 然后到星球上和当地人做一些生意 可是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然后回到自己的火控工作室的时候 却发现和他一起实习的姑娘 马尔塔被换走了 这让索比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姑娘一直在悄悄的喜欢着索比 但是索比却对此懵懂无知 于是他主动向组长要求 获得和索比结婚的机会 反而遭到了组长的惩罚 从而被调到了别处 索比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姑娘 但他仍然感觉非常的难受 因为他自己已经被稀疏的条条框框所限制住 虽然在巴斯利姆的支持下 他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 但他现在又成为了规则的奴隶 如果他想要摆脱这些规则的束缚 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不久之后 一艘掠夺飞船靠近了西苏号 整艘飞船的生死存亡 已经掌握在了索比的手里 然而索比不负众望 他利用仅有的一次机会 击毁了这艘掠夺飞船 而组长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让索比结婚 从而让他永远的留在西苏号上 可是还没有等他正式下命令 组长却突然去世了 没有了组长的束缚 办起事情就方便多了 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 船长介绍索比 加入了第一任养父 巴斯利姆所在的组织 这个组织名叫X部队 专门致力于打击宇宙中 贩卖奴隶的那些组织 索比顺利地成为了这里的一个军人 当然西苏族人仍然没有忘记他 还在他离开后 寄来了许多丰厚的礼物 好了以上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当索比的身世水落石出的时候 他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了义父的遗愿呢 对于在许多地方生活过的索比来说 在X部队的生活又是一段全新的经历 身为一个新兵 索比每天只负责清扫船舱 除此之外再也不用负责什么别的工作 但索比昔日曾经担任过火控操作员 他对飞船武器的熟悉 让他很快获得了提拔的机会 有一天 索比在和上司的交谈中 主动提到了他死去的养父巴斯利姆 这位上司告诉索比 人们总愿意剥削别人 所以奴隶制度总是在某些星球根深蒂固 无法去除 而掠夺船这种推波助澜的邪恶组织 也应远而生 老巴斯利姆对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 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消灭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为此甚至牺牲了一条腿和一只眼 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制度 他不惜将自己打扮成乞丐 成功地打入到了对方的内部 最后也因此舍生取义 杀身成人 在X部队的不屑调查下 索比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谜团 几乎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秘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X部队的另外一位上校突发奇想 决定用脚印来鉴定索比的真实身份 这种鉴定方式非常的有效 最后的结果 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喝不拢嘴 原来索比的家乡就在地球 他的真名叫做鲁德贝克 而当他联系到索比的家人之后 所有的亲人都感到非常的欣喜 他们恨不得第一时间就见到这个失散已久的孩子 一旦索比变成了鲁德贝克之后 他的生活立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鲁德贝克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甚至已经富裕到了奢华的地步 他们的家族甚至拥有庞大的城市和城群的仆人 更难以置信的是 索比的亲生父亲已经被认定为死亡 他即将要接受他父母留下的产业 这当中包括一笔终身受用不尽的巨款 以及大批奢华的房产 可是当索比在面对那些天书一样的文件时 却突然间提高了警惕 多年养成了直觉告诉索比 他绝对不应该接受这些看不懂的东西 当他渐渐都明白自己家族产业的构成之后 索比发现自己的家族居然还承包了造船业务 这种运输船与奴隶贩卖业务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事实真的很讽刺 他这个衣衫褴褂的奴隶 所搭乘过的某一艘飞船 居然就是他这个奴隶自己的产业 这让他对家族企业失去了全部性质 根据索比的推测 如果他签下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文件 他的伯父杰克就会获得整个集团公司的管理权 他自己只能得到价值一亿元的分成 虽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比起昔日他父母的产业 这些钱仍然是九牛一毛 而且伯父已经派手下将关键的文件全部给藏了起来 他的调查难度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个时候 他的伯父的续贤妻子带来的女儿 也正是一个和所比毫无血缘关系的唐姐 开始在暗中悄悄地帮助他 这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 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多年未见的唐弟 这位唐姐给他推荐了一个知名的律师 并希望让这个律师帮他打官司 从而让他在伯父杰克的手中夺回应得的股份 不得不说 虽然这位大律师贪财如命 但是他的业务水平也确实非常的厉害 根据他的调查结果 索比本该拥有一大批公司的股票 但这些股票已经被杰克的伯父拿走了 在唐姐的不懈帮助下 索比终于赢得了自己赢得的股份 这个美丽而聪明的女人压对了人生中的一宝 她已经将索比视为未来的丈夫 并放弃了对祭父的效忠 进而将自己的下半生的幸福 全都压在了索比的身上 如今看来她这一局算是赌赢了 与此同时 索比再次联系上了X部队 并对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调查 因为索比对奴隶买卖制度深恶痛绝 于是她决定继承自己养父的遗志 并立志将这种邪恶的制度彻底的废除 于是她直接找到了X部队的行政长官史密斯 并告诉了自己的家族企业 与奴隶买卖事业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当她重新夺回公司权利的时候 她又第一时间为X部队送出了一笔赞助 从而将其舰队武装起来 由此可见 她的第一任养父巴斯利姆对索比的拯救 无疑是她这一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索比曾当过奴隶 知道奴隶的生活有多么的苦楚 而最后她又继承了自己父母的财产和权利 这更使得她心甘情愿地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物资来援助X部队 从而与这种野蛮的奴隶制度长期斗争下去 好了那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述了X部队上尉 巴斯利姆在敌后一生的工作 他打扮成了老乞丐 并满下了一个名叫索比的幼年奴隶 他不仅严格教导这个孩子做人 还解放了这个孩子的奴隶身份 在索比渐渐长大后 巴斯利姆却遭遇到了一场不测 在他不幸去世后 索比在亿赴昔日的朋友的帮助下 终于乘坐西苏号飞船 离开了这个星球 然后我们说到了索比在西苏号的经历 碍于巴斯利姆的情面 西苏号船长在和家族成员商量后 决定将索比收为一子 而热爱学习的索比 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火控操作员 并成功地击落了一艘前来掠夺他们的强盗船 不久之后西苏号船长将索比送到了 巴斯利姆昔日所在的X部队 并让他成为了一个军人 最后我们说到了索比真实的身份 原来索比是地球上一个富有家庭的后裔 在唐姐的帮助下 他用法律手段夺回了自己的股份 从而成为了家族公司的总裁 为了继承一副巴斯利姆的遗志 他为X部队提供了许多赞助 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将宇宙中的奴隶制度 彻底的消灭 因为索比亲身体验了奴隶的苦难 因此在他逃出升天之后 才会致力于对野蛮奴隶制度的打击 而这种制度存在的土壤 无疑便是人类的自私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 类似野蛮的制度就永远无法彻底的消亡 在自私横行的社会面前 一个所比的力量 未免太过担保 唯有这个世界实现了大同的梦想 私有制被时代所淘汰 才能彻底吞噬这些深埋的罪恶 好了 以上的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不见不散